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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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鲍普尔演讲的题目就是存在真正的哲学问题吗 那显然在鲍普尔看来这个问题是存在的 而这个题目也是针对维特根斯坦说的 在演讲里面两个人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维特根斯坦要求鲍普尔给出一个哲学问题的例子 鲍普尔说是否可以通过感觉认识事物 是否可以通过归纳法或者知识 而维特根斯坦说前两个就是逻辑问题 而不是哲学问题 鲍普尔又提出了一个关于无限的问题 维特根斯坦认为这是数学的问题 也不是哲学问题 鲍普尔随后又提到了伦理学的问题 而这个时候维特根斯坦就随手举起了火炉里面的一根把火棍 指向鲍普尔说 请你给一个真正的伦理问题 而鲍普尔坚称这就是一个真正的伦理问题 并且说不要用把火棍来威胁一个来访的客人 维特根斯坦听了之后勃然大怒 扔下把火棍就走了 这就是著名的把火棍事件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并没有真正的哲学问题 而这里的哲学问题其实是指那些模糊的说不清的命题 而维特根斯坦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说清的 不能说清的都不是问题 而哲学的工作就是对可以说清的问题的澄清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 哲学研究的目的不是建立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 而是提出一系列的解释 在哲学研究的序言里面 他就宣称自己的哲学工作是调查而不是研究 哲学的工作是发现真相而不是创造真相 这其实和他在哲学研究中提出的语言游戏说也是一脉相承的 好了 维特根斯坦的主要哲学思想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维特根斯坦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 他的思想给我们两次巨大的震撼 那第一次维特根斯坦提出了哲学是语言的思辨 而语言有它的边界 而维特根斯坦给我们指出了这个边界在哪里 逻辑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 在边界之外虽然有广袤的世界 但是它们并不在逻辑的范围之内 我们无法言说它们 因此他说对无法言说之事必须保持沉默 那第二次是维特根斯坦勇敢的推翻了自己前半生的思想 语言并没有本质 世界也没有所谓的边界 语言只是一种游戏 这个世界不是精确的绝对的而是模糊的和粗糙的 他说越是仔细的考察实际的语言 它和我们需求之间的冲突就会变得越来越强烈 这种冲突变得不堪忍受 那个要求现在面临着落空的危险 我们走在冰面上那里没有摩擦 因此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理想的 但是我们恰恰也因此无法走路了 我们要走路 因此我们需要摩擦 要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 那由此他推翻了自己亲手建立的一个逻辑严密 纯粹和绝对的语言世界 让语言回到了日常生活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态度让人钦佩 那其实不管是维特根斯坦前期还是后期的思想 都只是一粒种子或者说一个阶梯 就像维特根斯坦说的 任何了解我的人 终究要认识到我的命题是无意义的 这些例题只是用来攀登的阶梯 当他超越了这些阶梯之后 他必须抛弃这个梯子 他必须超越这些命题 然后才能真正的看到这个世界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维特根斯坦哲学视频的系列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接下来我们将迈入二十世纪存在主义哲学家 萨特的哲学世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小波读书 我们下期视频见